剛才不是寫了一字嗎? 這條 紙筆 沒有的,不是這裏 有的 有的 如果是這裏,你會出錢 這裏 現在正在播放 現在這個時間是早上9點52分 現在我們來到粉嶺火車站 下車後我們走到鄉原維口岸的B7巴士專線 去連維口岸 現在我們先走到巴士站 這裏的方向就是下了 粉嶺火車站 就是靠右邊的行人路直去 由這裏去就對了 星光的巴士站應該不是這裏 是,在前面 應該是後面那裏 後面那裏就錯了 這個B7 B7要坐幾個時間? 星光 十六分鐘 十六分鐘 十六分鐘就去到這個鄉原維的口岸 鄉原維口岸就是香港的口岸 過了口岸那邊就叫做連塘口岸 就是中國大陸的口岸 今天我們發覺到人都不是很多 我們看一看B7巴士站 現在看到B7巴士站 都很多人排隊 這裏才是多 這裏有很多人排隊 這裏有很多人排隊 現在我們看到 現在登車的情況是怎樣 一般來說 因為這個巴士是由 是由城市巴士開出的 城市巴士是否簡稱城巴 是,沒錯 就是簡稱城巴士 那是城巴士 那是 是,這裏有很多人排隊 現在我們看到 是,因為這裏數下去有幾十人 我們就看一看 那是人流排隊的情況 是,現在我們拍一拍 人流的情況是怎樣 上車那裏 那裏是B7的 B7就去這個 叫鄉原維 現在那裏人在那裏拍拍 我們看看環境 現在牧士島 很多都是香港的市民 現在揮鎖 這些市民 全部都是去鄉原維的方向 那,長者那方面 他的車費是兩元而已 那現在我們見到 牧士大約有一百人五常下 但是呢 都很多人呢 都是非常之有秩序 這樣這樣 是一個跟一個這樣 是拍卡 現在我們見到呢 很多都是 佔了百分之四十 或者五十 都是有些長者的 那 今天呢 適逢是禮拜二 啊, sorry 應該是今天禮拜一了 是十一號 禮拜一 那現在這輛巴士呢 就是乘巴的 那這個巴士乘巴呢 就是去這個鄉原維的口岸的 那現在我們感覺到呢 就現在人呢 就漸漸是多了 那 那相信呢 就 這班車呢 又上滿了之後呢 在中途來說呢 都很難再上客的了 那 那這一B7呢 就是鄉原維的口岸的方向 那 那 我們見到呢 亦都有很多人呢 啊 亦都有部分人呢 是 拿東西 手推車啊 那 可能呢 去那邊 綿塘那邊 那邊呢 街市啊 市場那裏呢 是購買 那些蔬菜啊 或者是什麽的 那邊呢 那邊呢 聽說呢 那些蔬菜呢 是比香港便宜一些的 因為香港那些蔬菜呢 呢 一般來說呢 差不多要接近七百元一斤的 啊 但是那邊呢 都是賣兩元至三元一斤的 所以故此而言呢 都是有成五六元一斤的 差額的 啊 那現在我們呢 呢 那現在我們呢 就是 越來越多呢 那些市民呢 就在這裏 登車啊 雖然是 雖然是人 今天人流呢 就是非常之多啊 那這輛巴士呢 他載了 大約 目視大約 是 百分之五十五上下 那上面樓層那裏 已經坐滿了 那 那剛才那個站長呢 亦都是 指示那些乘客呢 就不要再上車了 啊 等下一班車吧 那這樣 那可以有些少空位 或者空置的地方呢 可以容納到 中途的 分段的乘客 可以上車 那這裏 這裏是非常之好的 如果現在這個中站 已經上滿了車呢 就變成了呢 中途站 就很難上到車的 那樣 那情況就是這樣 那這個鄉原危口案來説呢 這個燈車地點來説呢 亦都是非常之是 井井有條的 那那些市民呢 亦都是非常之是 就是 遵守這個 這個 排隊的 規定 那 前面那裏呢 就是這個 粉嶺的火車站 那粉嶺火車站來説呢 就可以說得 現在多了這個B7 連同快線呢 就變成了 火車呢 那巴也都是 比較西壁的 剛才我上來的時候呢 那車廂也有很多人了 那當然也有去 羅湖方向 是吧 那現在呢 就站了大約十分鐘左右 那現在變成了 人龍就越來越多了 已經是非常之多人的 現在這時候 那我們呢 就真的要 要排隊的了 要不然呢 知道人是人多呢 你就無法可以登車 你看人流多多 剛才剛才呢 都上到有成一 八十幾九十人的了 已經 那現在這裏呢 也都有成 牧樹島呢 也都有 七八十人都有的 那現在我們排隊呢 就已經是 開始是 打蛇餅了 開始這裏 就一個U字 這樣 就 過了這裏了 分領區 可以說得 就是 分領區 可以說得就是 你擋住了 上車 不是呀 我們排隊上車的了 現在 當然啦 不排隊上車的 這個時候我們都排隊了 當然排隊了 你不排隊 你哪裏上到車呀 現在 你一路等 一路人多的 這個時候 是呀 但是不知道多久 一班車 十兩分鐘 不過那些車很密的 這個 這個B質 那些車特別快 快很多 那現在你們看看 人來講 是非常之多的 不錯 那你們看看 今天 雖然是 禮拜一 都是 很多人 去連堂 那個方向 那 那 因為連堂 有一道好處 就是什麼呢 如果你是長者來講 是在那邊搭車 是 是 免費的 那 例如 坐地鐵 那 你出示的回鄉證 證明你是 是長者的 也是免費的 那 包括 這個 巴士 那 去連堂 我們從這裡搭 這個B7 那長者 也是 是 用八達通 拍卡 也是收 兩 兩 所以 故事來講 也是吸引了很多 那些 香港 居民 也是 豐勇於智 去到 連堂口岸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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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看看 時間 現在就是 早上的 十點鐘 那可想而知 我現在 爬這裏 那 不經不覺 不到一分鐘 就已經是 又 又 在後面 又已經有幾十人 那麽多了 所以故事呢 我們呢 就一定要排隊了 現在 現在呢 那個B7 似乎呢 那些車輛 就比較 梳落 對不對 就不會說 好像那些 地鐵那樣 兩分鐘 就一班車 那麽這個時間呢 我們都不知道 等了幾時 現在 因爲呢 很多時候呢 巴士的素養 是有規定的 所以 故事來説 現在我見到呢 現在 前面 似乎是有B7 B7的巴士就到了 那麽 雙差來説呢 雙差來説呢 有成十分鐘左右 那麽都是 呢 升高那我們 我們可不可な這車 來説應該上不大了 應該上不大了 應該上不大了 這個人來説呢 最少有八九十人 一輛巴士就是 一百二十幾人了 好像 那麽 那麽 像勉強一點來説 呢 也有難 B7又來説 你留意的 B7等等 有去食戶區的 她主要主要 你別以爲全神核蘭都要去 乘 去 就是鄉原圍 但B7去石湖區 B7就在小巴那邊 如果去鄉原圍 B7就會停在這方向 如果去石湖區那邊 就在小巴總站那邊上車 所以你們千萬不要搞錯 來到這裏就最好就看看這裏 這裏有B7鄉原圍的標誌 你們在這裏排隊就分可靠了 就不會坐錯車了 你千萬不要想說B7 就去石湖區那邊了 所以要留意一點 如果現在你經過行人道 你沿著這個行人道來說 你會發覺到這裏也有很多人排隊 這個地點就是正確的 我想說一聲就是 B7直達鄉原圍的口案 是多少時間呢 它公佈出來 寫出來是16分鐘就可以由這裏到鄉原圍 我去過兩次了 鄉原圍的地方來講 那個口案 就是海關那邊 是非常之寬敞的 所以故此 一過了關之後 那邊是一個商場 那由商場要走到幾樓 然後才到商場下面 就可以見到你買燒肉 或者買什麼東西 有很多人在那裏買的 現在我們見到其他人 乘客已經開始 二步 往巴士的方向一走 是啊,有空來拍一下這些 我也很難打 今天雖然是星期二一 但是你感覺到 星期一 星期一,對不起 今天是星期一 所以以官署來說 也吸引了很多香港的居民 往聯邦那邊去扣核 或者去玩 在北京北京 我們後面的居民 差不多成八人 好厲害 所以故事我們都醒悟 趕快排隊 如果不排隊來說 你根本是上不了車的 我們排隊的第一輪 我們都要 我們就先走三條 看你們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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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介紹一下 我跟你們的情況 我們都不是在裡面 看你們的情況 看你們的情況 相信這部車來說 如果我們勉強上 也許會上到這個車 第二部車我們上去有位置坐 因為這一部車是大約一百二十多人 B車很迫不迫 B車你已經又到了 我們上去 現在我們不上了 先暫停 我們先上車 我們下輛車上去 好了 我們現在先暫停 先站在旁邊 上車的站位 我們快要開車了 看一看下面 你是不是有一個人 好 多謝各位網友 現在我上車了 現在繼續報告行車的情況 小朋友還是怎樣 小朋友最喜歡上車 不行的 這間就是B車 油門某這個品頂 這間也算是一個打石頂 因為再轉彎 就在前面才有個對面 因為多人就要轉一個對面 然後是有告訴我 不要再轉一圈 看不到 你說這個 是嗎 當然了 拍電影 你看到 有帶油嗎 有嗎 是啊 先去 我剛才在粉嶺火車站拿車後轉右手邊 經過小巴方向走到這個B7上車的地方 有一個要跟各位網友說一說 巴士站這個方向是向鄉原圍的偶望方向 如果現在有B7老過 另外去哪裏是石湖虛的 所以故事來說就千萬不要上車 最好就是走到巴士站那裏就搭車 現在你看看人龍的輪尾都來到這裏 故事來說這個B7是有相同方向的車 所以你要留意一下 可以去石湖虛 這裏就去石湖虛了 就在這裏上車 所以千萬不要搞錯了 大家就欣賞一下不同風景 現在車就開始離開這個粉嶺的巴士總站 那一路往這個鄉原圍的方向 就是連塘的方向不用的 那沿途的景色今天來說 天氣也是非常之不錯的 也都不是很熱的 氣溫來說大約是28、9度的 那你不坐車嗎 是 非常之不錯的 那現在我們見到就是 現在粉嶺這個地區來說 也都很多建設 包括現在 我相信車程大約多久 十六分鐘 但是這個車程就是 由這個粉嶺開車去到鄉原圍 是十六分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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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搭乘的是成巴 那麽多深天花 就是成巴來說 就是如說巴士來說 它的團體非常之不錯 因為它的顏色來說 因為它的顏色來說 也都是非常之飄亮 那現在這裏呢 巴士站就由右手邊的方向 就等於我們剛才搭車 想車的地方 那現在我前面那裏見到 有一個B7 那輛車可以去石火區 一會兒就轉左手邊 然後來到這個巴士站那邊 所以故事來的 來不來這裏呢 你一定要注意一下 那些巴士的路 上面的路牌 往的方向 是寫什麼 寫石火區 或者是這個鄉原圍的口岸 這樣 千萬不要搭錯車了 那B7來看看它的車輪 都知道多了 現在這輛也是B7 在鄉原圍 因為為什麼這麼多巴士 在鄉原圍呢 這樣 因為你知道 鄉原圍呢 可以說得 很多那些居民呢 都很喜歡來這裏 白西人 因為它的路程比較短了 不是好似人家在這個 哭死的時候 上車 啊 沙田 或者是哪裏 上車 就是 那裏 路程比較遠 就是 那 那 沿途來說呢 覺得景色呢 都可以說得 有郊外的風味 是吧 那 擺回來 那裏 那裏 因為 有時候我們住在 社會的石色新聞當中 有時候 有時候 有時間 出來來郊外 這些地方來講 也都是非常之不錯的 有時候現在這個秋天呢 是很值得 因為秋天的氣溫 一般來說 都是26到27度 是保存得 保存那方面 是非常之不錯的 就不會有炎熱的感覺 或者是冷的感覺 所以是非常之適中 那 現在我們呢 就軟弱 這條 這條 公路呢 就 這條公路呢 走的 池速是 70公里 那 我們轉左邊呢 就 就 50公里 那裏一路去 就是鄉原圍的方向 那 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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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公速公路呢 是 只要走70公里的 而已 千萬不要說 超過 100公里 如果 否則來講 是有 抄牌的 你聽聽聲音歌呢 因為呢 很多 很多 年來講 我也是 我也是 試過 以前我在 某公司 做過 開車呢 我曾經 在這個 某個地方 就是 這個 車公廟 那個附陣那裏 那裏 在深夜那裏 那裏 我曾經 走過七十多公里 誰不知 原來那裏 就有時速限制 所以 我 就被 遠處 有 看到有 那些 警察 在那裏 那裏 我已經 即時把車速 減低了 都是 無可避免 都被 截停了 最後 我也是被 被 扣分 正門廠 正門廠 現在呢 我們來到 龍山隧道 這邊龍山隧道 就在這邊 在我的左邊 方向 是龍山隧道 一會兒 我們就會 穿過龍山隧道 就 經沙頭 江鄉 那裏 現在呢 就 由 這個 近鄉開車到 現在 都 好像 社會停了 炸海上 沿途來說 都已經 開始 已經 沒有炸 那 一路去 都是 鄉賢為 口外 的方向 那 你看看 這個 天橋 是非常 驚斜的 所以 駕駛的 朋友 來講 非常小心 要拖 萬架車 而 轉這個彎 這個彎 這個彎 可以說 真的很厲害 九十幾度 的彎 現在呢 我們前面那裏 就下龍山隧道 那 那 是不是要穿過這個隧道 是的 要穿兩個隧道 兩個隧道 這個隧道 比較 稍為長一點 那麼 當然不行 穿了 便可以 現在我們去的方向 就是沙塘角的方向 那 現在 你看到 它現在的主持牌 是指向園為口 我和沙塘角的方向 那 現在我們呢 就是 就是 進入龍山隧道 裏面 那 龍山隧道 那個時速呢 是 八十公里的 就是 比剛才那裏 七十公里 是多十公里的 那麼 那 這個龍山隧道呢 我 記憶中 這個龍山隧道 是比較長的 那麼 一會兒 第二個隧道 比較短的 那麼 那 經過第二條隧道之後 再已經差不多是接近 湘原為口外的 的地點了 那 現在的車速來説 亦都是非常穩定 那 現在我們 這部車呢 都上到差不多 成一百人有多了 那 那 剛才 亦都見到 在巴士總站那裏 那裏呢 亦都是長長的 人龍 那 那 好想而知啦 今天 禮拜一 都仍然是有這麼多的 個人呢 是 搭車去這個 連同港外國 因為最主要來說 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最主要來說 就是 那些人有空 車上也都是 很多是 這個 退休 退休的 人士 那 那 他 很多時候呢 都 或者在 粉嶺 或者周邊 接近 那些 鄉原為 這個地方的 居民呢 他都 每天呢 都會 過來 殷堂 是 購物的 所以 故事來說 亦都是 每天呢 都 都有很多 旅客 經過 你看看 這條龍山隧道呢 是非常之 很長的 因為他穿過一個大山 所以故事來說 隧道呢 就非常之 很長的 那麼 那這條線速呢 就是多少呢 這條線速呢 是限制呢 80公里的 那 80公里 連在隧道來說 都算是 要 車速比較快 比較快的 因為 那些車速太慢呢 會導致影響到 後面的車 那些呢 長長的車輪 那這個隧道都挺長的 可能都 挺緊張的 是的 這些隧道是比較 稍為長一點的 那麼 那麼 都 穿過這個隧道之後呢 前面仍然 還有一個隧道呢 那個隧道呢 就稍為會短一點 那麼 隧道都很清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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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你們看看 隧道那裏 那裏 那個環境 亦都是這樣 這個司機呢 那個駕駛技術 算是幾 幾好東西的 都很穩定 不會有 好像 有些司機 就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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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 這個司機 都在油門 都可以飛出去 所以 故事來說 也是不錯 這一支信 哇 這個隧道都是火牆 都走了幾分鐘 現在仍然未見到隧道 這裏應該撞到了 走到隧道 就出隧道了 沒錯 現在就出隧道了 英國了 那現在呢 我們見到 這裏 這裏的環境 來說 可以說得 是 警示疑人 你看 這裏的山 青綠 青綠 青綠一群的山村 青綠一群的山村 是 西藍村 是 那 現在我們 在這裏附近 也有很多 有些 見到有很多 那些 全居民 那些村 那 現在我們在前面那裏 就 另一個隧道 那這個隧道 這個隧道 就叫什麼呢 這個隧道就叫 長 長山隧道 是不是 現在不見了 是 這裏就是長山隧道 這裏隧道 這裏隧道就比較 稍微短短 沒有高床 那裏隧道 是很長的 怎麼理得你們 是啊 這裏隧道 這裏隧道的設計 那裏隧道 也是相同的 那裏隧道 那裏隧道 也有 大約有 兩裏 兩裏 三裏 隧道 那裏隧道 這裏隧道 這裏隧道 一分鐘就過了 那裏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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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開了很多公路 那裏隧道 那裏隧道 我現在在前面 那裏隧道 那裏隧道 就是新開裏隧道 那裏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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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裏隧道 便裏隧道 也裏隧道 好 停手 好 平洋 就在這個 我們一裴隧道 左手邊 我右手邊 直到一路去 勒得分比較是 煙霧比較多 所以前面就感覺到一片迷霧 那個景色也不是很清晰 現在大約在這裏應該是十分鐘左右 就應該差不多 那這裏一邊的地方都是山 全部都是山村 這一個地方也是有很多山 現在包括山村 船船船船船 向北也行 又建了很多樓宇 這些樓宇都是私樓 不是公樓 走車多久 走車十六分鐘 它說明有十六分鐘 應該是不會相差很遠 因為一路沿途也沒有交通的阻塞 到此就是一條直路通過馬 我已經看到了 已經差不多到了 前面已經是連堂 虛原圍的口岸方向 那你現在看看 兩邊那裏是架設了很多鐵絲網圍牆 現在我們進入口岸的 這裏亦停留了很多旅遊巴士 準備接載那些乘客來到海關 現在這裏就是巴士總裁 是呀 因為他以前是做這個導遊 都是在這裏停車和落客的 現在我們在前面看到那個行人電梯 也有很多人現在是上了上面的 那這裏也有一個公共的廁所 所以如果你們來到這裏 是可以去到公共廁所那裏方便一下 準備下車 現在我們就準備下車了 因為人太多了 因為人太多了 我們就先給人拿 我們廢話都爭 因為很多都是長者那些東西 廢話都爭解 那我們就見到那些人就很急急地下車 那這裏巴士一般來說都要坐一百二二三十人 所以這裏巴士的長度也是非常之長 再客量也是非常之多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下車了 an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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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ABOUT 我們現在下巴士 吧這個巴士大約走了十六分鐘左右 在前面那裏就是 你看到扶宅電梯是有兩部電梯開了 所以人比較多一點 這裡在我右邊有一個公共廁所 讓乘客下車後放電 現在我們在離京大堂的情況 沿途也有非常多的旅客 前面是一個旅行團來 內地的朋友旅行團也會來到這裡 後面又有一團 六次左右已經有兩團旅客 我們先看看旅客的情況 前面有一個旅行團 旅客是由領隊帶領上摺卡 很方便說你沒戴口袖 接他離的車 好 拍到這裡 在駕駛時間上檢查站 待會到檢查站後 所以我會將它關閉 過那邊繼續 因為口岸是不能夠拍攝的 相信很多人都不會理解 因為它上去之後 它會有一個指示 是不能不准拍攝的 我們暫時停了畫面 過了關之後 我就會繼續再次直播 多謝各位稍等 我們就繼續拍攝 繼續黑夜 咦 現在呢 我就過了這個連塘海關了 現在我的位置就在連塘海關那裡 那看上去呢 那個信號仍然是香港的信號 那現在今天剛才我們過關的時候呢 今天人是非常之多的 剛才過這個香港海關的時候呢 過這個首次無機的時候呢 都花了成十分鐘有多 那但是過到連塘海關那邊呢 就比較發洩了 大約都是四分至五分鐘而已 又是呀 是非常之多的 那現在我們見到呢 今天的人呢 雖然呢 雖然很多 但是都算是頗為殘順的 好了 現在我們又上去二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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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現在我見到有個朋友已經進來了 因為現在我在連桃海關的地方 現在我們就去羅沙路了 就是路對面的商業城 現在這裏就是連桃海關 下面就是 這裏就是連桃海關 旅遊巴士亦都是在下面的地方 依然訊號來說也是香港的訊號 我也沒有開飛行漫遊 我們見到連桃的景色來說 也是見說得非常漂亮 包括這些高樓大廈 這些高樓大廈也非常漂亮 我們看到下面那裏也有鐵絲網 在香港一圈圈地掛在鐵絲網牆上面 嘩 都很長龍 對面那裏寫明四個字 就是連桃口岸 這裏是停泊的旅遊巴士 對面那裏是香港的地方 對面那裏就是香港的地方 今天的人也算是非常之多 是很多的人 你看看沿途來說 人也很多 現在我們就往深圳的方向移行 現在我進去這裏就是商業城 商業城裏也有很多食肆購物中心 的 它們就連桃口岸的開通時間 是由早上的七點鐘 至晚上的二十二點 那裏的人就非常之有秩序 是吧 一個接一個這樣 扶手電梯落到下面 咖啡 這裏可以出入就不行 現在這裏不是海關 這裏已經出了禁區 現在我們再進入商業城的第一場 現在我們進入商業城 我先介紹一下這裏的東西給你看看 這裏的中式飯裏是尖椒的牛肉飯 賣39元每出9號飯才有 它的價錢亦跟香港相差便宜很多 大約便宜了10元左右 那這裏有牛肉曲奇 買兩盒半價 那是葡撻來的 那你們看看這裏就是一些糕點來的 北海道的奶色 是不是 是20元一盒的 一盒裝是有三個的 那這裏也是有雞腳和壽司雞 那它這裏的標價就是壽司雞的價錢是46元半隻 那它壽司雞那方面 師傅撕得很快 那這裏是有雞腳和壽司雞的價錢是有雞腳和壽司雞 那它每合半隻來說 是不是只有46元 那這間就是二樓的牛肉火鍋 你看看這牛肉 是不是 是非常之不错的 牛舌 牛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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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賣多少錢呢 牛尾就是$100元一元 那它的牛肉呢 你看這牛肉先看 哇 非常之紅 證明牛肉是非常新鮮的 如果香港未必找到牛肉那麼漂亮 師傅在接牛肉 牛肉是非常新鮮的 是非常紅的 這裏的餐廳也是非常多 這個牌頭是寫平二樓 現在面接著也有很多 經這裏出境的 進入了西越城 根據這間二樓的餐廳來說 標榜是甚麼呢 標榜是牛肉的 它的標説是早上七點鐘 中午十二點 下午四點鐘 每天三趟精品的牛肉 是從桃梯到店不超過兩小時 這個就是它的賣點 它這裏的打火鍋 相信應該是不錯的 如果有機會有時間 我亦都希望能夠嘗試一下 這些牛肉的味道是如何 它分三段的時間 下午四點鐘就開始由同場那裏 淘載之後的牛肉 就直接運送到這間店舖出售 這裏就是二樓 它裏面也非常之不錯的 這間就是小麵店 小麵店 小麵店的賣點是米粉 它鎮店的招牌就是 這個雜麵 肉碎 也有牛肉碎 也有老牛肉 很多店已經開了 肥腸 馬辣 雞馬辣 這裏的賣點 這裏的賣點也都說明 是免費的家麵 李Sir 你有沒有喝酒一瓶很舒服 你也知道我不好這件事 免費一會兒以為我認識魔 今天星期一 綿綿絕絕的 也有很多的旅客 就經過這個 進入了年同的範圍之內 這裏就是商業的商業城 這個商業城 它這裏也是非常多賣的 小食或者是燒肉燒鴨燒鵝 燒鵝也都是非常之多 現在我們走在前面那裏 也都是賣燒肉燒鵝專門店的地方 就在這裏 也都有燒肉燒鵝大鵬古城 一天月團 它的價錢很便宜 它的價錢是158元 一架全包 11月17號開始 那我又想介紹一下 這裏的金鞋燒鵝和清遠的靚雞 給你們看一看 你看一看它的價錢 各位看一看它的價錢 燒鵝是298元 一隻 如果半隻的 是150 有些字真的看得到我頭來問 換隻 它怎麼寫呢 是298元 紙 紙 紙 我頭頭想一想 是甚麼意思呢 原來我靠股都是一隻 298元一隻 其他的 豉油雞也99元一隻 鹽焗雞也99元一隻 清遠大蒜雞也55元一斤 脆皮燒腩是50元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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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蜜汁的叉燒是58元的 繼續是特製的手絲雞 40元 滷水的鴨掌液 200元一盒 你看看它的價錢 滷水鴨掌液是200元一盒 滷水鴨掌液是38元 你看看這些燒鵝 那些燒鵝呢 最緊要是拔毛 真的拔得很乾淨 看不到有黑色毛在這裏 是非常之乾淨 不錯的 你看看 這些燒鵝的品質來說 是非常之靠得住的 肥瘦適中 當然 這些叉燒也非常之靠 是很靠 那些白切雞 黑鴨 滷水鴨 加上這裏有些 是 滷水鴨 滷水鴨 八切雞 八斬雞 這些 那裏也有 牛肉 火條湯 是賣十九個九人錢的 火條湯 一般來說都是賣二十六元 二十四元 這樣 這些是台山蠔也有 這些是大疾蟹 我想介紹一下 這些大疾蟹的價錢 是不是 好嗎 現在這裏呢 我見到它的賣價 譬如 如果是 第三兩張的 就是 一百元有四隻 有這隻 一百元四隻 三百元有十三隻的 公鞋 那 一百元四隻 非常之靠得住 剛剛 剛剛 是不錯的 這個是港幣 真的 給了 賣了 是不錯的 那 因為 昨天見到拍那條片 它三兩張 在香港買 一百元三隻 它的尺寸 跟現在這個三兩張 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去看看它 這裏是大 那它六十八元一隻 這裏是六十八元 哇 真是 便宜香港很多 對不對 不過 給不給帶過境 我又不知道 真是 因為這些都是屬於 是 是動的 東西來的 都不知道 可不可以 那我就不清楚了 那它的價錢 就沒有 果然是非常之靠 一百二十八元一隻 一隻 那 大約是六至七兩張 一百二十八元一隻 那 地兩半 就是五萬八元一隻 那這個價錢 這個質素來講 是非常之靠 那 那 大約在這裏 就八十八元 九十八元 那 那我們 儘管看看這間 這間 就是偉記 台山特色的五味鵝 那它五味鵝 它的價錢是怎樣 呢 它上樁是賣六十八元的 那下樁是賣七十八元 那一隻呢 賣三百二十八元 一百六十五元是一半隻的 那 那 五味鵝那裏呢 是五十八元半隻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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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最特色是什麼呢 最特色就是這間五味鵝 五味鵝來講 它賞識的方面 賞識得非常不錯 看上去是非常吸引的 這間是蒙傳源 我也是來試過一次這個黑色鵝 那次好像四十元是多少 我忘記了 是非常之不錯 那我就出去介紹一下 夠了大隻了 它這個蕭豬說完 由五斤至一百斤都可以預定 那這個蕭豬 是不是非常之大隻 你看看 非常之大隻 這個蕭豬 這邊也是 那這個蕭豬一般來說 是比香港的蕭豬 是比較薄的 那看上去皮 也是非常之脆 是不同的 你看看 它的肉是非常之白的 看證明這個蕭豬 不是說 人家所講的那些假蕭肉 是絕對不會的 這個真真正硬是蕭肉 來的 魚駕 真的沒有說魚駕包吻 十足是豬肉 是不會說 好像外面有人說 這些蕭肉是假的 在雜肉造成的 大哥 就做來怎麼做到這樣的層次 對不對 一看而知就是珍珠 那天我就試過這個黑鵝 黑鵝這個套餐飯 是非常之可靠的 這個黑種的燒鵝 那次我吃就是一碟 它的賣價好像是40元 很多個月 那現在我再介紹一下 它這個黑蟲肉的燒鵝 是賣多少錢呢 是賣388元一隻 那半隻是198元 上樁是78元 下樁賣88元 那叉燒是賣58元的 這些叉燒賣58元的 那燒肉呢 是50元一斤 那些燒肉是50元一斤 那些燒肉是50元一斤的 那些燒肉那方面呢 那我想試一試的燒肉 那麽給大家介紹一下給朋友 那些燒肉呢 這個燒肉呢就是這樣 那看下去呢 這個燒肉呢 皮呢就是應該很脆的 那對燒肉那方面呢 它也是肥瘦適中的 我先試一下 是這個免費試吃的 那我剛才呢 又試過這個燒肉呢 吃到口腔那裡呢 那個燒肉皮呢 非常之爽脆的 那老闆說 那50元一斤來說呢 真的可以說得 非常之靠得住的 這個皮靠它 那麼呢 隔壁呢 那裡呢 這個燒肉呢 嘗試吃下去呢 口腔呢 也是非常之爽脆的 爽脆的 那麼這個 這個 這個黑松露的燒蝦來講呢 是非常之靠得住的 初初我來吃黑松露燒鵝時 我都覺得為何黑漆漆 原來吃下去非常可口 這裏就是醃雞 用鹽來醃就是鹹雞 這個呈海的老鵝也是潮州的特產 我想介紹一下 你看看它的鵝 真的非常大隻 這個鵝就是獅頭鵝 因為獅頭鵝的品種是非常大隻 一般來說也有八、九斤重 或者十斤重 你看看它的鵝頭 是非常之大隻 那它的豬肉捲 買二十塊一條 三十五元兩條 我想解決一下它的價錢 是吧 呈海的老鵝外賣的價錢是怎樣呢 這個鵝頭鵝上裝是五十八元 香港賣一百二十八元一斤 雖然它說它十三養三 但是計上來說 它是非常之靠得住的 這個價錢 那加上它的業制那方面 滷水那方面呢 是非常之上色的 那證明呢 這個鵝頭鵝的味道 是非常之不錯的 那如果解決一下 你看看價錢先 那它的價錢來講 它的鵝頭鵝下裝呢 是賣五十八元一斤 那師鵝頭鵝的鵝翼呢 是賣三十一隻 那獎這樣 你看看價錢 那這一間呢 就是 那要就是 那些 有牛奶肉飯 是賣三十二十五元 在三十二十五元 在商店裡那些 都去賣三十五元 所以只要賣五十三元 其實都是在哪些 他說這樣價錢 質素來說 如果你在 我們下面 香港來說 是不可能會吃到 這樣子價錢 這樣質素 是吧 那如果在這次 你家這個鵝頭的 海關 出來了 第一 第一,在地上,你可以來一來試一試這間 程海老鵝,是不錯的 它這個地址就是D03A,就在這裏 它由前面,一落了地址,就走過幾間 這間就靠住,如果我一會走的時候,我都可以考慮一下 關於旁邊的高點和葡撻,這些葡撻也非常不錯 它層次方面也有很多層,在落海是非常鬆脆的 它的賣價是多少錢呢?賣價是四元一個,十六元一盒有四個 芝士蛋糕可以二十八元一盒,真的非常靠得住 難怪這麼多人,一波風來到這裏,因為這裏的野食物來說 是非常靠得住的,包括它的品質,它的價錢 也都是非常吸引的,老實說,這個價錢來說 在下面,你二十二元,二十八元,你怎能買得到呢? 所以為何這麼多人來到這裏買購物呢? 這裏買購物呢?當然有它的餘因,可以說得一盒之外 便宜靚正,是吧? 這間呢,想介紹一下,這間叫龍江的 它的賣點呢?這個價錢呢? 它賣了六十元,豬大腸,你看看它的豬腳,是吧? 它的豬腳是非常靠得住,它的腦製的腦水也非常上色 是不錯的,那馬膠肉丸呢?它的賣價呢? 是四十元一斤五百克,那豬肉卷呢? 那豬肉卷呢?是十二元一斤 這些是豬肉卷,十二元一斤 那這個呢,就是馬膠肉丸,五百克,是賣四十元而已 那來到我右邊這一間呢,就是有一間小食店 我們走出去出去看看 我想介紹一下那些 是這個腫的 那這個有蛋黃的,綠豆腫,是賣八元 有什麼介紹啊? 綠豆肉粫賣七元 有什麼介紹啊? 看看你女兒有什麼介紹 我們的肉粫,有蛋黃的,有沒有蛋黃的 有蛋黃的,有蛋黃的 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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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它們的出產的東西 這裡也有豬肉桿 豬肉桿的賣價價是88.5元 有些種 這個我不懂這個字 鹹水種 我不懂這個字 朋友你懂不懂這個字 是不是叫鹹水種 我又不懂這個字 鹹水種來的賣5元8、7、8、9元 紅豆粽是三種豆 現在賣7元 老實說這個價錢也非常高 現在看看 裡面的師傅現在在製作品芯 現在在搓麵粉 這個間駛的東西也特別多 這裏賣的東西也特別多 多謝你 試一試 叉燒 這個叉燒 非常入味 肥瘦適中 這個叉燒 剛才試過是肥瘦適中 非常口口 亦都接近朋友 來到這裏 購買試試 我推薦這個 黑松露的 燒鵝 上次我吃過這個 飯非常不錯 如果現在沒有時間來到 不妨來到這間 燒鵝 好 這個羊肉鍋真是划 78元一鍋 真是非常划 真是不可以 是 老實說 你在香港你怎麼吃 78元一鍋 連鍋帶走 還給你一個鍋 值得考慮 待會也值得考慮 78元真的非常 非常之 is 扣得住 76元不是78 唐利 78元的燒鵝 待會走的時候 我也要考慮一下 連鍋給你 非常之扣得住 三公五公鞋 這裏也有琴齒王 琴齒王 不是琴齒王 老友 琴齒王 當然是四個爸爸那些 鴨舌那些 還有一些雜菜 還有一些醬鴨 這裏也好像在哪裏 哪裏也都是馬來西亞辣的 放小一點很多 那這碗餐什麼那麽粉 好多 那裏也要吃得多 來金包啊 這裏也有三條泡 不知道你能去哪裏 逛下都失蹤了 我都不見了 好了 這一間就是賣糕點的地方 那我又試一試 這個糕點 這個糕點是有幾層糕 試一下三條泡 哇 沒得談啊 這個糕點也不是很甜 同時它是凍凍底的 凍糕點應該是靠得住 不錯啊 試一下幾層 是吧 非常抑得住 是嗎 好漂亮 十九的黃甲 十九的黃甲 兩下子 十九的黃甲 十九的黃甲 一抑鬆 一抑鬆 十九的黃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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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真是9.9元, 那它這個賣價是多少錢呢? 是19.9元錢一盒, 一盒之中它的份量都算是OK的, 剛才我在那裏試一試那些蛋糕來說, 是和的那樣是非常好吃的, 這個價錢一盒來說,都是賣19.9元而已, 一盒之中的效果有4個這麼多, 都是非常之不錯的, 19的那盒子,是嗎? 是非常之不錯的。 哇,現在這個風扇打下來的製的麵包, 還有這個餅,蛋糕, 那麵包呢,它的蛋味就十分之濃厚, 啊,噴出來, 那這裏也都有一些萊茄, 是嗎? 那裏也有,那裏也有, 那裏也有, 那裏也有, 那這裏是賣牛的, 那這間賣燒烤, 這間賣燒烤來說, 這裏也都是非常之吸引的, 那好像這些風乾的牛肉來說, 那看一看先, 那這些風乾牛肉, 那它賣價是多少錢呢? 賣價是29.8元, 那它的重量是多少呢? 是98克而已, 98克, 那就是風乾牛肉, 那風乾牛肉來說呢, 一般來說呢, 就是在草原的風味, 在蒙古啊, 那些草原地帶呢, 放羊, 那些羊肉呢, 是十分之鮮美的, 是非常之是不錯的, 那你說可以知道了, 是嗎? 那, 那, 大灣區樓, 噢, 這裏是賣樓的, 是賣樓的, 這裏是大灣區賣樓的, 那它的首期呢, 亦都是三萬五萬, 三十八萬, 這個是不是首期? 是的, 那它樓價是多少呢? 大約都是幾十萬, 幾十萬, 那就是九十萬, 那你這樣說呢? 不需要, 不需要, 70萬都有, 那現在計平方是多少呢? 計平方是幾千元, 平方都是幾百元一尺, 幾千元平方, 即是沒有一個實價呢? 800元一尺左右, 800元一尺, 呃, 價800元, 即是八千幾九千元一平方, 是的, 好, 謝謝你, 剛才剛才介紹的那個, 就是大灣區的價值, 那這裏呢, 它首期有三十萬, 好了, 現在我們就走了出來, 這裏呢就是, 是什麼呢? 是連塘口岸商業城, 不能拍得了, 不用拍得了, 不用拍得了, oh sorry sorry, 收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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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走了出來這裏, 那這裏呢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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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塘口岸商業城, 連塘口岸商業城, 也裏都可以拍攝直播的, 我也都可以拍攝直播, 這裏呢就是連塘, 連塘口岸上在後面了嘛, 這一區就叫做連塘, 連塘街道, 這裏的欄干, 在南河的寫寫文, 連堂這裡也有很多名店, 好像茂倉眼鏡,華潤萬家,麥當勞 這個廣場也非常寬敞,很寬闊 這條路叫羅沙路,左邊是西方向 右邊是東方向,連堂口岸這邊是東方向 左邊是西方向 現在我們看到前面也有很多攤位 我們不妨去那邊參觀一下,或者去買什麼 我遠處看到有現烤牛肉乾 這些樓宇真的非常漂亮,可想而知 現在大陸的商業樓宇的建築群 也是非常不錯的 前面那裡也是展現賣東西的地方 它的裝飾來說也是非常吸引的 現在很多賣東西的 是獨屬一格的 視覺的感受而已 地鐵站在下面,連堂口岸站 就是這裏 現烤牛肉乾 我又帶你們去參觀一下 這些是牛肉乾 牛肉乾 牛肉乾真是乾 牛肉乾真是少了 你也摸不到,不要開玩笑 趁這裡免費試吃 我試一下,再把廚房說給你們聽 先看看 剛才那位小姐介紹 我剛才現在吃這個 就是辣的牛肉 雖然看下去,它的外表 好像是風乾得很厲害 但在口裡 一咬下去,就開始分解了 它是麻辣的感覺 哪些是燕包的 噢,這些是燕包的 這些是燕包的 這隻 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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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要多少次 不是 不是 我問一問 原味 滋鹽 麻辣 香辣 它有四種的味道是不同的 它一般就是風乾了的藍乾 這個就是鹽蝦 龍藍的雞蛋 這個就是大雜牌 四十五元一隻 一百二十三隻 四兩鐘一百二十八分三隻 真是非常之大隻 四兩鐘差不多了 一般的大雜牌來說 你最有限度來說 要四兩五常 才可以過癮的 這個就是天然海底椰 天然海底椰是椰黃粉 椰黃粉是什麼呢 椰黃粉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椰黃粉 椰黃粉 蔥 椰黃粉 這個就是椰黃粉 蔥出來的椰黃 椰黃 椰黃 看看看看 是不確 有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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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買三粒一 一百買三粒一 有四包 喜歡可以試一下 这个是榴莲铃饼 这个叫榴莲饼 刚才感觉到榴莲味十分浓浓 这个是榴莲铃饼 这里是藏香猪 在深山方向的亨比野山 这就是山猪 你看猪肉 真的非常令人 可以尝尝 可以尝尝 阿哥说可以尝尝 不是我说 他写着可以尝尝 先尝尝 好硬 好硬 我都吃不到 刚才试过来说 它的皮皮非常硬 硬得很厉害 好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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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蜜 那些手链就大一多 真真正的古柏蜜蜜 是什么形状 我就可以介绍一下 就是类似人家的食物 这两个东西你吃了以后 它是一个蜜蜜 实际上 这个蜜蜜蜜蜜蜜蜜蜜 你本来施法 晋气下降 先竹死亡 正如故 行为 佛心狗 这一只叫佛心狗 是 看看這裏是佛心果 這裏是藥情的獅頭果 這裏是藥情的獅頭果 它現在的價錢是賣多少呢 我拍給你們看一下 它活動價是賣四十五元一斤 四十五元一斤 那裏是五十五元一斤 你快換小一點 快換美股的酒 五十八 五十八 送點耳血給你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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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賣價來說是四十二元一斤 是非常之卡得住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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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的體積是非常之大 那裏呢 那裏呢 這裏呢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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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9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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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非人意卡得住 是不错 因為我怕放在背包 汁会漏出来 所以我都不敢买 如果它是密封的就可以 只要密封一口就可以 否则过关就很麻烦 不敢买 这里买的烧猪 是 烧猪在这里 这个烧猪是买多少钱呢 烧猪这里是买三十九元一斤 商场里面五十元一斤是平了十一元 这个烧猪非常靠得住 非常靠得住 那边买五十元 这个烧猪也靠得住 那边买五十元一斤 这个便宜些 这些烧猪也靠得住 半肥瘦 半肥瘦 这些烧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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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猪 我从来没试过 烧猪 烧猪 这些烧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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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猪咖啡 冒死咖啡